一名退役的军情局人员疑似遭到对岸吸收 在台发展公典组织 检调今天进行大规模搜索 大年初一写纸条要恐吓杀死柯文哲的嫌犯 遭到逮捕 是一名81岁的黄姓老先生 大陆冷气团南下 狭带的大量沙尘 北部的细水不为力浓度飙升3到4倍 另外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 突袭了加州20多家 涉嫌从事产子观光的坐月子中心 观光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3月4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又再度传出共谍案 最近调查局接获了检举 一名王姓的退役军情局人员 疑似遭到中国大陆人员的吸收 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 搜集勤资给对岸 今天台北地检署缤纷六路 搜索这名王姓男子的住家 还有办公室 并且约谈相关人员 今年1月 北检才增结起诉 中国大陆解放军上尉郑小江共谍案 被起诉者中 还有曾经参选金门县长 洛选的退役少将徐乃泉等人 4号再度传出共谍案 北检上午指挥调查员发动搜索 前往一名王姓退役军情局人员住处 及办公室等处搜索 约谈他一名涉案人到案 还约谈了4名证人 全案依违反国安法侦办 对此国防部强调 本案是军情局主动发掘 但全案进入司法程序 不方便透露案情 调查局先前接获检举指望性退役军情局人员 往来中国大陆经商 两年多前被对岸情职人员吸收 回台发展共谍组织 搜集情资给陆方 蓝绿立委都批评军纪不振 应该严加管理整齐军纪 马英九上任以来 6年来 已经抓到21件这些共谍案 几乎中国对台湾的部件 无所不在 政府只能说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希望透过司法研办 让这些毕举心怀不轨的人 受到嚇阻 国军重要情资单位军情局 4年前才发生上校罗奇镇的共谍案 遭到最高军事法院 重判无期徒刑 赤夺公权终身 刑则不轻 如今再传出王姓退役军情局人员 涉入共谍案 立委要求国防部要彻底检讨 如何有效反制中共渗透 及勤搜手段 记者陈嘉欣 彭耀祖台北报道 另外在上个月19号 农历大年初一当天 台北市政府的亲子剧场前面的广场 发现了一张恐吓要杀死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纸条 警方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 在经过两个礼拜的追查之后 逮捕到了一名嫌犯 是一位81岁的黄姓老先生 这名老先生向警方表示 他不满柯文哲的失证 才会发泄情绪 写下这样的纸条 不过他没有真的要伤害市长 监视器画面上 一名老翁缓缓走向台北市政府 上个月19号 台北市政府在二楼的亲子剧场前广场 发现一张写着要杀死市长柯文哲的纸条 警方立刻成立专案小组 经过两个星期追查 在新北市中和区找到了嫌犯 就是画面上这一名81岁的黄姓老翁 黄姓个人的行为 纯属情绪的发现 并没有要真正危害市长的安全 全案将依恐吓危害安全罪 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 黄姓嫌犯向警方共称 是不满柯文哲的施政 所以专程从新北市住家搭公车到台北市政府放纸条 但这只是情趣上的发现 并没有真的要伤害市长 今天上午 柯文哲得知嫌犯是年逾80岁的老翁 表示不想太追究 这个社会本来就会有不同的声音 目前全案依恐吓危害安全罪嫌韩宋北检 而警方也另外澄清 有民众指出有黑道分子要危害市长安全 但经过调查 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 警方呼吁 民众如果有任何不满 应该寻合法管道来表达 不要因为情绪失控而触犯法律 记者长运讲中向王新忠台北报道 为了有效抑制房价 让没有办法买房子的年轻人 至少能够在台北市租得起房子 在推出租金6800元起跳的捷运连开宅之后 现在台北市政府要推动 所谓的只租不卖的公共住宅 目标是在八年之内打造五万户 灰色外墙风格低调优雅 楼下刚好就是捷运站 交通相当方便 这栋位在内湖黄金地段的捷运连开宅 台北市政府打算释出20户 当成只租不卖的公共住宅 台北市大概100万户 至少要到5%的只租不卖的公共住宅 才能够有效的评 所以说让房价不会再很快速的飙涨 台北市公布的首播捷运连开宅 除了内湖港前站的20户之外 龙山四站有11户 台北侨站327户 而新店每核市 纯住户258户 住办合一有406户 昨天预定从6800块起跳 市市价的7折到9折 北市府规划 未来八年内可以打造出5万户的出租住宅 民众看好 台湾的房地产有点被炒作的过头 那既然柯市长有这个政策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 可以抑制房价呀 现在房价标得太厉害了 对不对 一般年轻人根本买不起 开办只租不卖的公营住宅可以有效打房吗 曾任台北市副市长的政大教授张金乐认为 政府利益良好 但公营住宅目前只占市场少数 可不可以因此抑制房价 效果很有限 自然张金乐乐观其成 邓也表示 想让房价下跌只靠公营住宅不够 必须从租金租税等方向着手 并改善出租住宅市场的不健全层面 多管其下才可以有效打房 记者长运长龙翔王新中 台北报道 前民进党主席施民德 抛出了选举可以投负数票的概念 却遭到了多位民进党立委的反对 施民德他非常的不满 质疑民进党 为什么不能够让社会对新制度有讨论的空间 他更进一步的说 这样的民进党如果重返中央执政 他会感到毛骨悚然 他还批评这些反对者都是蔡英文的打手 他还说民进党的主席不是这样当的 不过民进党则回应说尊重各界的意见表达 前民进党主席施民的抛出选举可投负数票的概念 希望让选民有机会表达对某位候选人不满的意见 以避免极端的候选人当选 不过多位民进党立委表达反对 像是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就批评说 既然有内政部官员附和负数票的概念 政府的无知愚蠢智商低到比物归都不如 民进党立委段一康也批评 负数票会扩大仇恨 相关的批评让施民德很不满 施民德认为如果民进党公使人员 不让社会能对新制度有所讨论 那未来2016年 蔡英文如果率领民进党重返中央执政 他会感到毛骨悚然 可以意见的2016就是蔡总统出现了 所以蔡总统手下的这些大将是如此心态 我想到真的会怕 诅咒别人 骂人家乌龟的自言 来面对这种创意 这些都是走狗 这些人才真的打手 主席不是这样当的 我们这领导党是怎么领导的 而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后 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 不愿回应 太多的形容词 太多的个人感受 我觉得无助于 整个新的制度的一个修正 所以这一点大家互相尊重 施民德想推动副数票的理念 却引发害民进党立委们的互呛 副数票制度能否实现 还有待观察 记者张志雄 陈信龙台北报道 前年发生在三重的双尸命案 一名黄姓的现役军人 不满女友在分手之后 还向他追讨20万元的债务 竟然到了女友家中 用同军神勒死的女友跟他的母亲 现在新北地院认为 黄姓男子手段凶残 再犯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重判死刑 就在三重这一栋名宅二楼 发生母女双尸命案 2013年10月 正在服兵役的黄姓男子 不满黄姓女友在分手后 还向他追讨20万的债务 就带着头套潜入女友家中 先用同军神将正在睡觉的 女友母亲给勒比 躲在屋内一个多小时 女友回家后也用同样手法杀人 还强制性侵 黄姓男子手段凶残 但在开庭时 只承认杀人否认性侵 他曾试图向被害者家属道歉 都被拒绝 台北地院何一廷委托警大 帮黄姓男子做清理鉴定 认定他没有自我反省 而且再犯可能性高 一审一涉犯杀人等罪 重判他死刑 全案还可上诉 本院认为说 倘若被告不与社会永久隔离的话 日后极有可能 以相同的手法 侵害他人的生命权 那本院何一廷认为说 被告所为呢 有永久与世隔绝的必要 至今被害人家属 都无法原谅黄姓男子的恶行 还跟他求偿两千多万 近年来恐怖情人案件频传 今年一月 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 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 让遭受有亲密关系的 未同居伴侣 在身体或精神上被侵害时 可以申请保护令 只是法案需要在公布一年后 才会正式实施 就算陈立峰 看到了 另外呢 在两年前 震惊社会的家义烟头案 嫌犯陈家富呢 被指控为了诈领保险金 将妹妹呢 杀害分尸 一审法院判她无期徒刑 既然二审宣判 还是维持原本判决 前年三月的时候呢 担任厨师的陈家富 在新北市住处呢 把妹妹掐死之后 分尸之戒 甚至呢 把内脏还有身体 都先用绞肉机碎成肉末 再从排水孔排出去 头骨呢 则是用盐巴淹了之后 丢到了嘉义县的 一间公厕里面 这起案件 直到二审开庭的期间 她都否认杀死妹妹 还强调 自己的精神有问题 不过法官认定呢 陈南就是凶手 只是考量到了 陈母已经失去的女儿 所以难以再判 她判处死刑 高雄监狱爆发了 囚犯挟持事件之后呢 典狱长陈世智 遭到了寄过 被调职的处分 今天在典狱长的 交接典礼上 陈世智用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来形容自己 目前的处境 她还说 法务部的调查报告 应该要更厚道一点 不过法务部长 罗英雪则是强调 调查报告 一切就是论事 将高雄监狱 典狱长的职位 交接出去 在监狱六名囚犯 挟持案落幕后 陈世智遭到寄过 拔掉职位 转调到矫正署 担任综合规划组长 面对这样的惩处 陈世智表示 毫无怨念 陈世智 我们拜者会扣 那个拜金之降 不可言有 但是 我因为这件事 而影响我们 署长副署长 林戴塑主任 我在这边表示千议 陈世智话中 道出委屈 但法部二次调查报告 以领导无方 和应变能力不足 来批评陈世智 对于报告的部分内容 陈世智则有些意见 内容更中肯一点 更有一些公道 更有一些 厚道的话 或是把过程中间 有一些 自能勇 人性的尊严 以人为本的内容 稍微表达一下 会更近完美 他可能是自己 有一些主观的感受 但是我们的报告 后面矫正署 所提出的详细的内容 其实都是从证据资料 去还原真相 我觉得是相当客观的 面对陈世智的言论 法务部还是强调 争取高雄监狱事件的调查 都是旧事论事 而在历经监狱事件后 高雄监狱也仍是大班风 原本该在春节前 举办的肯心会 则延到四号举行 不过受刑人要会客 都需要接受更严密的检查 就是要加强管控 记者送后不到 从去年开始 加弃会协助买到 顶心黑心油的民众 提起团体诉讼 目前已经有 400多件的案件 将在会诊之后 提出诉讼 不过新北市政府 为了鼓励民众 参加团体诉讼 现在正式公告 只要民众提出购买的单据 在经过审核之后 新北市政府 会先发放500块钱的赔偿金 为了鼓励民众 对贩售黑心油的顶心公司 发动团体诉讼 新北市政府法治局宣布 涉及新北市的民众 只要在103年10月10日前 买到卫生署公告的 顶心问题油品 凭购买单据正本 填妥参加团体诉讼表格 经过审查之后 最快一个月内 市府会先发放500元的赔偿金 新北市政府表示 虽然肖基会去年开始 就受理顶心黑心油团体诉讼案 但透过新北市 转给肖基会的案件 只有7件 可见民众对团体诉讼 成效存疑 因此 市府决定用专案 鼓励民众参与 符合资格 0到500元的民众 只要签同意书 把赔偿请求权 转让给市府 由市府再向业者求偿 就可以 有民众认为 先发放500元赔偿金 确实有鼓励作用 但也有不少人说 购买单据早就不在 认为不切实际 新北市政府表示 这项专案将会从 3月起到8月份 市府会再把案件 转交给肖基会 一并提出团体诉讼 记者薛业家 臭富财新北市报道 大陆冷气团南下 挟带着大量的沙尘 今天全台的空气品质 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北部地区 今天上午的 细悬浮微粒PM10的浓度 明显飙升3到4倍 虽然这一波冷气团 还没有影响到中南部地区 不过高雄地区 因为污染是相当严重 细悬浮微粒PM2.5的浓度 一度到了最严重的等级 台北市昨天还出大太阳 今天早上天气变冷 能见度也变差 站在屋顶上 眺望远方的台北101大楼 隐身在一片灰蒙蒙里 由于受到大陆冷气团 夹带沙尘难下 北部悬浮微粒PM10浓度 明显飙升 为背景值的3到4倍 有可能大概150维克 每天公尺的这个范围 这一波封面呢 有一些降雨的这个情形 那会有助于空气中 这些污染物的洗除的这个作用 以新北市万里测站来看 今天凌晨5点PM10浓度最高 达到每立方公尺130维克 白天后明显下降 代表污染物往南移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上午北方污染物还没南下 高雄所有测站 细悬浮微粒PM2.5指标 一度全面显示为紫色的非常高 空气品质遭到报表 前两天整个扩散条件不好 那一直持续累积下来 预计这一波沙尘 所带来的污染物并不严重 北部空气品质中午过后已经改善 南部则下午开始受影响 不过环保署也提醒 明天南部持续扩散不良 空气品质仍不太好 记者里面刘翰林台北报道 这几天呢 高雄的空气品质持续的不佳 主要是当地的污染扩散不良 为了控制当地的污染问题 环保署已经要求 包括了林园还有林海工业区 都要依法自费设立监测站 虽然秋冬季节 空气品质恶化 时常会受到境外污染物影响 不代表本地制造的污染 没有贡献 对此环保署已经针对 容纳炼油石化等14大项类别 且面积超过工业区 四分之一者 就必须在周界下风处 设置连续24小时空品测站 监测特定污染物 将来谁排放什么证据会一清二楚 当我们有长期的数据资料来累积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趋势 也可以看到异常 尤其有异常的时候 这表示这里面有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诊治 首波要设置的工业区 包括高雄林园跟林海工业区 共同设置15个测站 六清工业区设10个 以及南部科学园区设4个 包括监测维修都要由工业区来负担 至少增加上亿成本 而林园工业区在去年7月启用 今年5月正式与环保局连线 除了细悬浮维力PM2.5 弹氧化物等一般空气污染物的监测 炼油石化 还要监测挥发性有机物VOC跟甲乙权等污染物 也炼液纸浆等工业也要监测代药芯 以便具体掌握工业区的污染现况 记者里面刘翰林台北报道 好 继续来看的是呢 中国大陆第12届全国人大会议即将登场 其中呢最受到关注的就是呢 中国大陆各级政府 未来在制定任何规章的时候 只要没有法律的依据就不能够任意减损公民权利 还有增加公民的义务 有着推动法治还有人权保障的精神 另外呢像是台湾的太阳花学运 还有香港的占中运动 也将是这次会议的重点 中国大陆第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即将展开 4号的会情记者会上发言人福音表示 为了推动法治与人权保障 这次会议将会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修正草案 这也是该法从2000年颁布实施以来 首次修改 这项修正草案最受关注的 就是中国大陆各级政府 未来制定任何规章 只要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不能减损公民权利 也不能随意增加公民的义务 今年我们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年 所以这部法律的修改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要使我们的重大的改革能够于法有据 之前香港占中运动要求真普选 福音对此强硬表示一切不会改变 未来将依照香港基本法的相关规定 在2017年选出香港特首 这个决定是不可动摇的 我们是希望香港能够按照这个决定 能够按照基本法 如期2017年实现 顺利实现普选 让这个香港的政改往前走 而不是原地踏步 另外中国大陆政协会议身兼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 政协主席于正生 在开幕工作报告中表示 今天将为团结台湾基层民众 青少年多做工作 首次将对台青年工作纳入工作报告 未来有可能加强两岸学生交流 甚至提供台湾青年 在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机会 学者解读认为 台湾华学运之后 对岸意识到台湾青年 对对岸的疑虑 所以开始重视对台青年工作 记者综合报道 两年前呢 发生在印度的巴士集体性侵案 震惊了国际社会 也让印度背上了性侵大国的丑民 不过当时的主贤之一 巴士司机辛格 日前呢 在接受英国我们公司 BBC的访问时 竟然毫无悔意 还说如果当时死者乖乖就范 就不会丧命 而他这段毫无人性的访谈内容 以及整部的纪录片 目前已经遭到了印度警方 申请禁播 两年前印度的巴士集体性侵案 被害女学生惨遭杀害 震惊国际社会 不过该案主贤 巴士司机辛格 日前在英国广播公司BBC 一部以此案为主题的纪录片 印度女儿中受访 访谈中她毫无悔意 甚至大言不惨地认为 被害人不应夜晚在外逗留 受到攻击也不应该反抗 言下之意就是被害人 要为自己的死负责 此话译出 不仅被害人的父亲 表示痛心与无法理解 父权团体更要求 立即执行辛格的死刑 辛格与三名嫌犯已经被判处死刑 目前正在上诉中 该部纪录片的女制作人也回忆到 在拍摄的过程中 辛格毫无回忆的态度 让她不寒而栗 2012年12月16号 23岁女学生乔蒂 与一名男性朋友看完电影 在回家搭乘巴士途中 遭到六人攻击与轮流性侵 尽管送往新加坡接受治疗 仍然在12月29号不治身亡 这起害人听闻的性侵事件 让印度背上性侵亡国的恶民 全国大小抗议不断 在舆论压力下 阻止印度政府 对性侵等相关法律与刑罚 进行重大改革 这部纪录片原本三八妇女节当天 要在BBC与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播出 但访谈内容太过争议 印度警方要求各媒体不要播出 同时内政部也要调查 当初为何允许派出小组 进入监狱 让新格受访 丹乌德温强调 该配内容是要检视 男性对女性的态度 无任何耸动之处 近波是打压言论自由 记者居然先报道 去年9月的时候 米店政府通过了教育法 限制人民学术跟参政的自由 被学生批评不民主 而从今年1月中旬开始 有数百名的学生 发动了一个多月的马拉松示威 他们从中部的瓦城 一路向南游行到了仰光 不过呢 却遭到了数百名的军警拦阻 而为了争取自由 甚至有学生绝食抗议 大约200名以学生和僧侣为主的示威者 3号继续抗议 要求教育改革 这批人已经进行一个多月的马拉松示威 从中部瓦城一路向南 准备走上几百公里到前首都 也就是金融枢纽仰光 不过就在他们行进到距离阳光140公里的雷帕丹阵时 遭到阻挡 数百名军警在他们落脚的修道院外 部署时多部警车 包括一部强力雪珠车 要求限期解散 缅甸政府已经警告 学生如果持续抗争 当局将会采取行动维持法律秩序安全和和平 示威者不肯退让 有人就地静坐 有得展开绝食 去年通过的教育法规之所以引发争议 是因为它严格限制学生跟教师组织自治会 参与政治活动 也限制学术自由 在抗争压力之下政府上个月同意让步改革 但案子还在国会等待审议 实微声浪没有因此消除 缅甸史上多次重大抗争冲突都是学生运动而起 最著名的1988年学生民主起义 遭军政府强力镇压促使翁山苏姬从政 如今虽然缅甸正朝着民主化转型 学生运动仍然十分敏感 天赦政府端辞军政府时期的老调 指控这是背后有政治操纵的选举年大阴谋 记者是汇中报道 为了帮小韩拿到美国的公民身份 中国大陆的孕妇花大钱到美国生产 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了 不过最近因为传出有坐月子中心疑似教导孕妇 用欺骗手段不乏取得签证 开始让美国警方注意进行搜证 而就在今天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 突袭了加州20多家 涉嫌从事产子观光的坐月子中心 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 为什么你来到西亚洲 在西亚洲 你知道吗 我爱这个电影 我爱 电影《北京遇上下图》描述大陆孕妇 到美国下图月子中心带船的爱情故事 影片中点出不少有钱孕妇特地到美国带船 只为了一个目的 中国的孕妇特地到美国 加州20多家坐月子中心进行搜索 由于美国并没有禁止外国孕妇到美国生产 但如果办签证时隐瞒事实就算违法 最高会判处五年徒刑跟25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790万罚款 此外 有些作业组中心会要求孕妇假冒居民 向政府申请低收入证明 让医院免费接生 相关行为都涉及诈漆洗钱 或是逃漏税等违法行为 而这次的搜索行动 由国土安全部负责 也代表着大陆孕妇到美国生产的状况 已经被当局列为国安问题 记者陈师同报导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 可能提前在4月的时候 宣布要参选总统 将挑战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的女总统 不过就在消息曝光的同时 美国纽约时报却突然报道 希拉蕊在担任国务卿的4年期间 处理超过5万5千页的电子邮件 不过却都是用私人的账号 不仅可能被骇客入侵 还可能违反了联邦法 希拉蕊跟美国总统欧巴马一样 都是黑莓纪的爱好者 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希拉蕊在2009到2013年 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 处理过5万5千页的电子邮件 但她并没有向国务院 申请公务电子邮件账号 而是使用自己的私人电子信箱 政府系统无法储存她的邮件内容 提供给国会媒体或是史学家查询 希拉蕊两个月前才在国务院要求下 交出电邮记录 而且是经过助理筛选 纽约时报指出希拉蕊的做法 违反国务院记录保存规定 并且一照规定 不管是使用公务或是私人信箱 所有邮件信箱都应该定期交友 国务院留存 而且只有在紧急状态下 才能用私人电子信箱处理公务 另外也有专家担心 希拉蕊的电邮恐怕早遭骇客入侵 希拉蕊是民主党最被看好的2016总统候选人 她身边的人有意将希拉蕊宣布参选的时间 从夏天提前到4、5月 一方面平息党内的不确定性 同时让选战军主了解她是认真的 但提前投入选战 势必让她成为共和党攻击目标 现在又被报可能处罚 再加上前总统柯林顿 挥之不去的绯闻问题 都让希拉蕊问鼎白宫之路 振天障碍 记者陈秋梅报道 另外呢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李巴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寻求跟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 等于是为伊朗的核武政策来进行铺路 引发了美国跟以色列双方关系的紧张 从美国国会现场的热烈掌声看来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力挺以色列的国会议员仍旧不在少数 纳坦雅胡在演说中指出 如果为了争取伊朗支持 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就想在核能谈判中 以放宽制裁作为交换 无意是原目求余 对于纳坦雅胡的说法 自称没时间看电视转播的欧巴马 认为纳坦雅胡的演说了无新意 而且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除了白宫方面反对纳坦雅胡的主张 民主党阵营夹在维持力挺以色列的传统 以及突破中东问题困境之间 显得相当尴尬 纳坦雅胡演说对于伊朗核问题 乃至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续效应 还有待观察 记者徐佳仁报道 最近在网路上流传一张 北极雄捧着棒子站立的照片 因为它站立的样子真的太像人类了 所以有不少的网友猜测 这根本是人在卫装的 不过呢 现在答案揭晓 这真的是一只北极雄 而且它就住在日本北海道的动物园里 在众多人的呼唤下 北极雄牛奶碰着黄色的玩具 一下子站立起来 一下子又表演 跳跃碰物入水的特技 牛奶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窝在冰面上 慵懒翻滚 迷死了一群粉丝 而它的样子还被忠实粉丝拍下 在网路疯传 就因为它站立的样子太像人类 一度有不知情的网友 以为是人类伪装成北极雄 上传照片的义工几乎天天都来探望牛奶 捕捉各种珍贵片段 有时牛奶还会摆出吹横笛的样子 或是拿起棒子摆出要打剑刀的样子 还会把三脚椎当成帽子戴在头上 用各种方式吸引群众主义 不只牛奶 牛奶的妈妈胡桃也很有表演欲 常常在泳池内踢着海滩球表演抛街 看这一对人气母女的演出 可爱度破表 也难怪会成为动物园之宝 记者陈诗彤报道 好 继续镜头呢 回到国内 我们要来看的是呢 一年一度的盐水风泡 今天展开起泡的仪式 上升的盐水风泡活动正式开始 虽然活动高潮呢 是在明天的元宵节晚上 不过今天下午的试炸 就已经吸引了不少民众 前一秒还笑嘻嘻的拥抱嬉闹 可是下一秒煙炮上升 震撼教育就要开始 出名的行脚节目主持人 Janet今年特别邀请国际知名的 背包客主持爷 Ian Wright 参加盐水风泡活动 挑战一生 至少要有一次的刺激体验 虽然元宵节晚上才是活动高潮 不过今天下午的试炸 就已经让Janet跟Ian Wright 体验到一场震撼教育 在台湾你会围绕 用风炮去围绕着你 然后把它点起来 真的没有人会相信 有这样子的一个遗述 真的是很疯 非常疯狂 其实一年一度的盐水风炮 4号早上就已经展开起泡仪式 在盐水五秒前 释放首座风炮城 这也象征两天两夜的 风炮活动正式开始 今天是我们盐水 我们的泡沫泡 明天是元宵节 刚刚我们已经起泡了 那今年有200多个一个泡城 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自全国 各地的好朋友 能够到盐水这个地方来 盐水五秒预估 5号元宵节晚上 神教队伍将分四条路线绕境 民众会在家门摆放向岸 并在神教经过时焚香祭拜 今年会有200多座泡城 陆续释放 晚上8点以后 盐水国中的集中体验区 会释放最大规模的风炮 将活动带入最高潮 记者李慧宜 孟昭全台南报导 台中市BRT的问题一箩筐 去年底前快捷公司的总经理 在卸任之后 管理就出现了空窗期 班次不正常 最近又出现了车门夹手事件 真的是问题不断 BRT公车要不是一口气 来了两三班 就是等了老半天 也没办台车 上周还发生小姐妹遭车门夹手 姐妹被迫分离的惊险状况 台中BRT快捷公司 现在的董事长是副市长003 总经理是副秘书长李贤益 站带 官员兼任 等于是群龙无首 台中市政府已经积极寻找专业经营人才 提到BRT台中市交通局长怒指去年冲促上路的BRT 人事管理混乱 颁表规划漏洞百书已经逐步解决 未来新任总经理上任后 种种乱象就可以解决 现在才三月初 闹空窗的BRT 没有一个专业专职的管理团队 恐怕还要再乱上一个月 但更棘手的是土木及机电工程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工验收 厂商已经被罚上亿元的违约金 由于去年赶在选前通车 机电工地被迫延后作业 未来台中市政府恐怕还要面临难缠的诉讼官司 记者黄秋赖世杰台中报道 台中市卫生所有一位公废医师 疑似因为心理情绪管理出了问题 看诊的时候会恍神 有时还会碎碎念 最近帮学童打流感疫苗的时候 还突然忘记了他打了什么样厂牌的针 甚至还曾经误判一位民众得了肺结核 不过这些问题都不见台东县卫生局出面处理 引发外界质疑 台东县议员洪宗凯手上拿着厚厚一叠的台东市卫生所 跟诊人员记录 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就发现卫生所一位医师 在看诊时会不寻常的碎碎念和咆哮病人 情绪管理有问题 而且在位学童和成人打流感疫苗 也会突然恍神 忘记打了什么厂牌的针 还曾经误判一位民众得了肺结核 影响民众健康的权益 县议员说这些记录都是由不同的跟诊人员记录下来的 也报道卫生局 可是台东县卫生局的长官们 似乎都不了解状况 在台北开会的卫生局长表示 去年就已经知道这名医师的心理情绪有问题 可是这位医师是政府公费养成的医师 必须依相关法规处理 台东县卫生局表示 这位医师在这个月二号已经被停止看诊 改掉内勤 但偏向有公费医师被派来服务 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为了民众的健康权益 在选派的考核和管理 政府可能还需要再加强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瓷季风暴又一桩 日期才因为内湖土地开发案 争议不断的瓷季 今天又被爆出 在三年前买下了新北市新店的百瓶工业用地 却没有经过当地工业园区管委会的同意 擅自设立为离 现在台北地医院判决 瓷季败诉 必须要拆除为离 全案定业 一大早位在新店区远东工业区就忙不停 大货车忙着送货 只是每次卸货都很麻烦 对高级得开老远才能顺利把货卸下来 因为向尾有快地 招围起一道高1.8公尺 长约55公尺的栏杆 让厂区用户开车卸货很头痛 而围起这块地的地主就是瓷季 厂区管委会抗议多年 还一状告到法院 如今判决结果出炉 瓷季确定败诉得依法拆除 大货车进出然后会有那种 就是会没办法回转 对会造成就是交通的阻碍 他的前手就是宏管公司持有时候 他就是一个供全体租付停车回车 通行使用的共用土地 共用部分 瓷季呢 他在那里假设为例 他基本上他就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 瓷季在民国97年 在新店工业区买下这块摆平用地 盖了一栋八层楼高的办公大楼 二到七楼当瓷季医院员工宿舍 八楼则是旗下电视台临时办公室 大楼后面多出这块空地 约六十坪左右 并无使用 却盖了一堵围离 几乎把整条马路占去了五分之一 面对厂区用户抱怨 瓷季检视 盖围离又经过评估 而且还有新北市政府合发建造 其实我们是做偷空式的围墙 那是建筑师说 依技术规则可以提出申请 所以我们就跟新北市政府提出申请 也核准 瓷季再三强调 并无占有公共用地 强调只适合管委会 对土地使用上的认定有落差 但现在法院判定结果确定 管委会将在近期申请强制拆除 瓷季只能接受 记者黄历委陈保罗 新北市报导 好 接下来看的是台湾特有的 保育类长宗山羊 过去在中海拔的山区 才能够看到 不过嘉义竹骑乡 还有跟梅山江交界的 圆潭自然生态园区 最近几个月却出现了它的踪迹 山壁的草丛里 长宗山羊探出身子 在民众发现它的同时 不时用前脚踏地 做出警告动作 另一片光秃秃的山壁 一只光的长宗山羊 更是直挺挺地站在 看起来几乎无法容身的 山壁上觅食 令游客看得直呼可爱 山壁就位在嘉义县 竹骑乡圆潭自然生态园区 一间民宿的后方 游客不但从民宿顶楼 就能清楚看到长宗山羊 民宿业者也说 最近几个月 常发现他们的踪迹 九亿地震的时候 他不知道队一队的山头 走到我们那边的山头 所以繁殖的蛮多的 所以可以真的看到 在我民宿的楼上 看到那个峭壁就让人都看到 地方认为长宗山羊族群 数量增加才会拓展活动领域 到接近部落的地方 学者根据五年来 在山区田野调查的经验推测 包括山羌水鹿等大型 保育类草食性动物都有增加 但喜悦之余也有隐忧 看得出来在过去的20年内 台湾的很多的自然环境的条件 有获得改变 当它数量增加或过多的话 超过这个环境的容许量的话 它会对它的森林 它所生活的森林产生很大的压力 学者认为环境变迁 不只动物需要保育 植物也可能面临威胁 尤其草食动物增加 更加重稀有植物的生存压力 呼吁政府及早启动族群调查 建立更详细的资料库 未来才能做到生物族群的永续管理 记者王介村陈显坤综合报导 全台面临10年来 严重的干旱 北中南水库蓄血量拉紧爆 旱灾中央应变中心 今天进行第一次的工作汇报 结果决议工业用水大户将要减少 供水量幅度将由原本的5% 扩大到7.5% 预计3月13号实施 全台水庭告急 中央启动抗旱大作战 成立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由经济部长邓正中担任指挥官 经中央各部会延商后 决定将桃园石门水库 苗栗永和山水库蓄水率不到三成 这两大水库供水区 工业用水供水减量从5% 提高到7.5% 桃园跟苗栗地区 从3月13号开始 提前由现行减贡5%的水量 提升到减贡7.5% 雨量不足 为了避免在5月底前 实施分区轮流供水的目标 这次破天荒工业用水减供7.5% 影响区域包括了新北市 包含板兴林口地区 还有桃园与苗栗地区 估计影响的户数1755户 7.5%在过去从来没有过 二阶限水 采取二阶限水对供用的限水 在过去几乎是 发生的几率是很少的 曾经有过 但是它只限到5% 如果旱灾的管理做得好的话 那我们设定的那个非常长远的目标 才有可能全部都达标 经济部次长杨伟甫强调 这次扩大工业用水减供量 恐怕还不够 目前将跨部会寻求支援 要求教育部启动各级学校 进行节水宣导教育 另外协同国防部寻求第二水源 包括了战备水源与志鸿池等 一旦爆发缺水荒 将配合启动移动式进水器 从第二水源来进行供水 防范余未然 记者黄历伟陈保罗 新北市报道 好 海上持续呢 全台九个县市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县水 中部的苗栗 台中还有彰化三个县市 都在县水的名单当中 而台中现在也着手 进行大甲溪的输郡工程 希望增加下游的蓄水量 挖土机在石缸水坝上游持续开挖 砂石车也一辆接着一辆要将砂石运出 水利署中区水资源局从去年底 开始进行石缸水坝蓄水范围清淤工程 想让大甲溪上游的水 更顺畅的往下游流通 增加下游蓄水量 整个大甲大甲联合运用的计划 其实是很重要的 把大甲溪比较多余的水量 跟大甲溪能有效的配合 这样大台中地区的整个水情 以后如果遇到旱灾的时候 会更有效的来解决 这次的东汉是10年来最严重 从2月26日开始 全台已有9个县市进入第二阶段县水 虽然农历过年期间下了极长雨 但对汉象没有帮助 像是苗栗明德水库仍处于超低水位 而南投日月潭的水位若持续下降 不排除要关闭码头 中部苗栗台中彰化三个县市 都在县水名单内 进入第二阶段县水的时候 就同步成立了台中市的 抗汉的应变的一个小组 那我们已经做好各种的调度 那希望说还是 就是一方面我们市民要来配合节水 当我们节约用水的时候 我们的用水量减少 我相信可以顺利来度过 这个第二阶段的一个抗汉 林佳龙强调 目前台中市已经成立抗汉应变小组 除了对工业用户和用水大户检工 也希望民众能配合节约用水 若进入第三阶段限水 将会分区轮流或全区定时停止供水 届时就会影响到民生用水 记者邱紫培彭安群台中报道 而就在全台水情拉紧暴的同时 桃园大溪有三万人却一再面临到了自来水管老旧破裂的困境 他们多次成情都无解 桃园大溪五岭桥下自来水管老旧一再爆破 影响河东地区八千多户居民三万多人无水可用 过去成情反映多次无解 他们修理好之后一放水又爆 一放水又爆因为那个水管老旧 你修理好这边等于就是补冬补冬又西又爆 这样子常常这种情绪常常在发生 五岭桥下自来水管从75年安放到现在 将近29年腐蚀相当严重 已经破管十几次 早已老旧不堪使用 但过去由于相关单位各自为证 导致老旧水管态患工程一直无法顺利进行 一个施工非常重要的就是政府单位 应该要各个搭的配合 那人民的用水是没有办法一天停断的 配合公路局它的机车道的透宽工程 我们后续会在100个工作天里面 去把它完成 以减少对于民众出入交通上的一个不便 五岭桥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是进出大溪的重要道路之一 为了降低交通影响 自来水公司和公路总局协调 自来水抽换管线工程将配合 五岭桥拓宽工程一起进行 预计今年底完成自来水管的泰环工程 希望彻底解决居民长期用水困扰 记者张淑云桃源报道 昨天高等法院判决高铁要赎回超过 11亿的特别股 虽然可以再上诉 高铁公司也没有立即赎回的压力 不过外界预估大约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三省就会定验高铁官司最后一定会输 前交通部长叶框石更大胆预测 不必等到三省定验最快四月底高铁照面上就已经破产 只能争取时间赶快通过采改案或者是政府准备接管 学者则是呼吁采改跟接管要双管齐下都要做好准备 开办已经16年的全民英检 今年年底将推出小学英检 针对国小高年级或者是学英文两年以上的小学生 测验听说读写的能力 不过教室团体批评这种测验根本没有必要 只会让小朋友补习式越来越早 看图听英文答题听说读写都要评量 今年12月小学生也有英检了 办全民英检的财团法人语言训练测验中心 要开办国小高年级 以及学英文两年以上的小学生英检 强调内容是参考教育部的国小英语课纲 要让小朋友快乐学习 学校教过东西活用如此而已 所以这个考试我们认为绝对不会增加 补习的现象 主办单位表示全民英检开办的初期 全国有超过一万名小学生参加 代表有这样的需求 与其去参加坊间程度不一的考试 不如推出适合台湾学童的检测 不过家长跟小朋友的看法很两极 听起来很难耶 不想因为我英文没有很好 我觉得那个很烦 我觉得会想耶 什么 因为我觉得英文是就是从应该是算是国际的第二个语言 可以啊提升它竞争力不错 要不要参加当然是见仁见智 但有教师团体认为评量英语学习成果 学校的教学已经足够 而且学了两年英文就可以参加 恐怕是变相鼓励补习 经济上比较就OK的家庭 他们的可能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上 让可能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就会去参加这种检定 那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 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发展 目前主办单位还在评估小学英检的费用 但应该跟全民英检1200差不多 全国教师工会也批评额外花钱去英检 恐怕会增加城乡的差距 教育部则表示 针对民间单位的英语检定 教育部是不会禁止 但也不鼓励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报导 103学年的高中篮球联赛 在这个周末就要在台北的小巨蛋举行总决赛 男女最后四强今天举行记者会 都希望团结合作拿下最好成绩 去年11月缠斗到今年2月上旬 HBL男女最后四强正式出炉 眼前的冠军金杯到底属于谁 这个周末答案揭晓 很棒的经验啊 因为从高一高二也没有妄想有这一天 然后也不会想说会有19连胜 或21连胜这种东西 从资格赛就拉出了19连胜 泰山高中气势超强 想拿下对时守冠 得先在周六打败新荣高中 才可以和松山南山的胜队争夺冠军 不断赢球 你才有机会打到冠军赛 所以说我告诉小朋友 不要有压力 一分也是赢 不一定要赢人家很多 但我还是希望是 你是全力的去备战 泰山没尝过败机 几场比赛却也赢得惊险 八强赛就是以一分险胜松山高中 势均力敌的男生组哪队能胜出 得看谁先进入状况 至于女生组寻求三连霸的勇人高中 层夺一贯的淡水伤工 呼声最高 北女和杨明尽管比较不被看好 还是会力拼全场 已经调整的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只是在球场上 就是不管输还是赢 就是我们希望就可以拼进 每一分每一秒 HBL今年遗失台北小巨蛋 座位倍增到一万四千个 就是希望更多人入场 一起感受最青春最热血的篮球赛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台北报道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受到大动冷气团的影响 北台湾地区青春开始 就已经明显的降温 最低温出现在桃源的新屋12.9度 而整个白湾的话 北台湾地区的高温 大概是在15到16度之间 中南部的温度比较高一点 大概是在20度以上 感觉上还是比较舒适到温暖的程度 至于明天天气如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地面天气图 由今天的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 高压的位置仍然在华中地区 冷空气仍然源源不断往台湾地区输送 所以今天到明天清晨 温度还是会比较偏低一些 至于在明天天气图可以看到 高压已经逐渐的出海了 所以高压出海之后转回来偏东风 冷空气就会逐渐的减弱 气温也会逐渐的回升 因此在明天的天气上来讲的话 还是以北部跟东北部的话 清晨的气温比较低一点 大概是在13度上下 中南部以及花冬的低温 大概是在16到18度之间 所以提醒早出的朋友 要记得提一些衣物保暖一下 至于白天开始的话 冷气团减弱 气温就会逐渐的回升 北部跟东北部的高温 大概在19到20度上下 中南部的高温比较高一点 大概在26到28度之间 至于在天气上来讲 还是以银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 有些局部零性的降雨 中南部则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 最后也提醒在马祖以及金门 以及西半部地区 清晨的时候仍然出现一些 低云或雾的影响 所以交通返返请多加注意 以上资料中央相许提供 好 所以从明天清晨 气温还是很低 不过从白天开始 大陆冷气团减弱 气温会稍微回升 但是在台湾北部 东半部还有马祖地区 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情形 继续来看明天各地的 详细气温 北部地区在基隆台北 是会下雨的情形 最低温14度 最高温20度 中部地区最低温17度 最高温25度 南部地区多云道晴的天气 最低温19度 最高温28度 东部地区下雨的机会 是比较高的 30%到40 最低温14度 最高温25度 外岛地区在马祖市下雨的情形 最低温9度 最高温21度 未来三天天气 明天北部地区会下雨的 其他地区都是多云道晴 另外在东部地区 也是多云短暂雨的天气状况 好 今天新闻最后 带你去看看日本的女儿节 感谢你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你晚安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虽然没办法让年轻人买得起房子 但至少要租得起房子 因此将提供五万户 只租不卖的公共住宅 可必有可能解决台北住房问题吗 居住是基本人权 但买房如此困难 租房子又经常被房东赶来赶去 政府的租屋平台又形同虚设 高房价正普打不下来 却又长期无法建立完善的租屋制度 台湾无可关牛 所面对的艰辛跟困境 今晚八点有话好说 深入分析 公式晚间九点打 多平互动跨时代总动员 周一至周三 爸妈酒很大 群星Live现场 用手机APP 串人点四端和全台意念团 同步穿成一线 解决家庭 一住住下他就住完半年的时候 浴室好像垃圾场一样 到处都是尿烧味 周四 一字千金 键盘时代 成功大考验 请听 众人促勇的促 一人就是一人 八人可以写八个答案 很深感啊 请接下来 只有朱晋玲 對,朱晋玲 周五,谁要晚餐 家庭故事坦白讲 神秘嘉宾上门 女友和家人共进餐 可以尖叫吗 包林 都市晚间九点 和你一起多评互动